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如精灵般可爱的花朵 娇俏地立在枝头 或正或策或仰或斧 娇香灰影 争其斗艳 如临水梳妆的美人令人心醉 于是他将这份深情悉数寄予笔墨 赋予了牡丹灵动而又神秘的素材 创作出了一个个奇思妙想的故事 那么风起弥漫的花香 撩拨着谁的心事 牡丹幻化仙子 又寄托了作者怎样的情思呢 北京城市学院容红军教授 作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武汉墨天香》第七集 《花能节语》 康熙二十六年 当时的文坛盟主 石坛领袖王世珍 到兹川去看望亲属毕记友 当时这个毕家 就邀请了家里的西斌 也就是一位中年司书老师 来作陪 没想到这二人是谈诗论文 一见如故 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三观相同 有一点呢 相见恨晚 干脆就禀诸夜谭 尤其是当这个王世珍读到 这位司书先生的一卷 这个智怪小说的时候 那更是来了兴趣 也是因为这一次机缘 这两个人啊 他就成为了诗文好友 那么后来呢 王世珍是陆陆续续 读完了这部小说 他也被这个作者的奇幻的笔法 还有这个书中生动的故事 深深地打动 所以他就挥笔在这个书稿的后面 提下了这样的一首七言绝句 孤王言之 孤听之 斗篷瓜架 语如丝 料应艳作 人间语 爱听秋坟 鬼畅时 孤王言之啊 用的就是苏氏的一个典故 当年苏氏被贬以后啊 是无所事事 他就喜欢听当地的老百姓谈神说鬼 那么有人就告诉他 说这个世界上本没有鬼 可是苏氏却说啊 那就孤王言之 也就是随便说说吧 那么这个《秋坟鬼畅》 他用的是唐朝诗人李赫的诗句 《秋来鬼畅报家诗》 王世珍这首诗他是说啊 这部传奇小说 虽然在这个谈鬼说妖 但是他反映的却是现实世界 这部书是脱鬼乎花妖来研制 是一部绝妙传奇的好书 这部知怪小说 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聊斋之意 这位司书先生呢 就是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蒲松岭 那么蒲松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部小说 我们就先从蒲松岭的身世来谈起 明崇祯十三年的四月十六日 也就是公元1640年 蒲松岭啊出生于济南府 资川县普家庄的一个书香世家 蒲松岭他自幼聪明而且勤奋 在这个十九岁的时候啊 参加了同生是接连考取第一名 如果是按照这个节奏 那么他在这个科考上将是一路坦途 可以说很快就可以尽是极地 但是呢这个现实生活就给蒲松岭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为什么这样说呢 蒲松岭从顺治十七年首次参加相识 那么一直到康熙四十一年 在这四十多年的这个时间里啊 接连的参加科考 是屡战屡败 他也从一个翩翩少年考到了一个白发老子 考场失忆 屡试不低 那么蒲松岭为了养家糊口啊 很早就做起了司书先生 这个座管先生啊 他要常年漂泊在外 尤其是到了晚上 孤独一人 寂寞无聊 这蒲松岭啊 他就尝试着 把以前听到的 有关这个神仙鬼怪的故事啊 给整理出来 他也把自己呢 对这个现实世界的无奈 和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啊 都寄托在这个小说的人物身上 就这样啊 他是既少称多 慢慢地就编成了短篇小说集 《聊斋之意》 这个《聊斋之意》啊 它是一部小说集 如果是按照常人的想象 完全可以躲在书斋中啊 是下笔万言 但是蒲松岭这个人啊 他并不喜欢 闭门造车 他曾经说啊 才非甘宝 雅碍搜神 情类黄州 喜人谈鬼 闻则命笔 随夷成鞭 久之 四方同仁 又依幽统相继 因而 物以好聚 所机亦火 那么这段话 蒲松岭要表达的意思是 他说我的财分 虽然比不上搜神祭的甘宝 但是呢 我却像他一样啊 是痴迷搜集 各种怪诞的故事 我的个人的性格 个人的性情啊 和这个苏东坡苏氏 是非常接近 我喜欢听人 谈鬼说怪 这里边所说的 黄州啊 带着的苏氏 苏氏啊 因为乌台事案 曾于这个 原封三年 被贬到黄州 到黄州以后啊 苏氏无所事事 就专门去听当地的老百姓 来讲述这个 鬼怪的故事 蒲宗陵接着他又说 周围的好朋友 都到处搜集鬼怪故事 然后邮寄给我 那我就这样啊 是越记越多 那最终 就写成了 聊宅之意 据传说呢 这蒲宗陵为了 搜集更多的传奇故事 他还在这个村庄前面 通往济南 关道的这个 一眼柳泉旁边啊 支起了一个茶摊 过往的客商行人 只要能够讲上一段 鬼谷的故事 那么这个茶水是 全部免费 蒲宗陵除了在家乡 想方设法的 搜集资料以外 他还信奉啊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比如在这个康熙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的1672年 蒲宗陵就和他的好友 同登牢山 来采风 在牢山呢 蒲宗陵借助在 夏清宫 他向这个牢山道士 和这个附近的村民 广泛的搜集 史料 就在这个牢山的夏清宫啊 他是创作 完成了 牢山道士和相遇 等好多篇 快知人口的这个 聊斋故事 牢山道士呢 大家都比较熟悉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曾经拍成这个动画电影 可以说是 妇孺皆知 生活的无奈 让蒲宗陵将自己的孤愤之情 轻注于聊斋的虚幻世界 在他的笔下 似乎世间万物都可以幻化成为精灵 生动形象地钻入读者的心里 他笔下的花神 更是充分体现了 花性与人情的完美结合 那娇艳动人的牡丹 引发了作者怎样无尽的遐想 当名阳天下的曹州牡丹 与脑洞大开的蒲松陵 不期而遇时 又碰撞出了怎样 新奇美妙的故事呢 相遇 他讲出的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呢 说是 劳山夏清宫 三宫殿前 有一棵高大的山茶树 树林啊 已经有好几百岁了 是世上少见的大树 每年龙冬季节 这个大雪封山 而这个山茶树啊 却是满树的碧绿 花开似火 所以得名叫耐东 在山茶树的不远处 还生长着一棵一丈多高的白牡丹 每年古雨前后呢 花团锦簇 清香扑鼻 当年啊 扑松林他就借住在这个小院子里 和这个牡丹山茶室每日相见 后来呢 就勾思出了传奇故事 相遇 相遇这个故事啊 他是说有一年 焦州有一位黄姓书生 他喜欢劳山的这个清静优雅 然后呢 就借住在 劳山下清宫啊 读书 黄生和这个白牡丹啊 朝夕相处 这白牡丹啊 被这个黄生的深情所感动 然后他就幻化成了 一个牡丹仙子 相遇 和黄生来相会 这二人情投意合 那么最终啊 就喜结连礼 后来呢 相遇 突然被人挖掘 盗走 没有几天 就相消欲云了 相遇也就从此 消失了踪迹 黄生啊 他是痛不欲生啊 每天是大哭不止 这个黄生的痴情啊 也感动了院子里的 这个奈冬树 那么这棵奈冬树啊 他也幻化成了 将靴仙子 一起和黄生 来怀念 平调相遇 后来 黄生在这个 降血的帮助下 最终啊 让相遇复生 这三个人是 劫后重逢啊 皆为了默逆之交 十年以后 黄生不幸病死 那么他也变成了一株 牡丹 陪伴在相遇的身旁 但是黄生 所幻化的这颗牡丹啊 却只长叶子 从来不开花 小道士啊 觉得养着也没用 所以随手就给砍掉了 不久以后啊 这个白牡丹和山叉花 也是相继凋零死去 普宗陵在 《相遇》这篇 人花之恋的小说中啊 他成功地塑造了 三个典型的艺术形象 那就是 相遇 黄生 和降血 这其中呢 相遇深情 黄生啊 吃情 降血 纯情 黄生死后 相遇和降血啊 也是相继 寻情 所以就连作者 普宗陵也在这感叹啊 说是 情之智者 鬼神可通 在这个《聊斋之意》中啊 还有很多篇描写 人和花神之间 忠贞不育的这个爱情故事 他其中描写牡丹的 除了相遇之外 还有一个姊妹篇 那就是葛金 我们都知道 牡丹是国色天香 艳冠群芳 葛金啊 他就讲述了 一位书生 和这个牡丹仙子 传奇的恋情 他说啊 洛阳有一位书生 叫常大用 他癖好牡丹 听说山东曹州的牡丹 是天下文明 一年的春天啊 他早早地来到了 曹州府在等待牡丹花开 牡丹含苞待放 这个时候他的钱啊 就花光了 甚至把自己的衣服 都给典当了 是继续在曹州等待花开 常大用对牡丹的 一片真心 一片持情 感动了死牡丹花神 葛金 他就幻化成美丽的少女啊 和这个常大用 相恋相爱 后来葛金远家洛阳 他还把自己的妹妹玉板 介绍给了常大用的弟弟 常大器 不久以后 葛金玉板 分别给常家生下了一个男孩 常大用兄弟啊 喜遇牡丹仙子 婚姻幸福 生活没满 可以说是世间少有的神仙姻缘 可是后来 这个愚蠢的常大用啊 却疑心 葛金来路不明 他就偷偷地回到曹州来做调查 弄清了 葛金是牡丹花神转世 葛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 也是伤心至极啊 他和妹妹玉板 就一起扔下两个男孩 飘然而去 再不回头 那么在这个小说中啊 常大用是因为用情不专一 结果落得了一个妻离子散 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下场 再说这两个孩子 被扔到地下以后啊 就化身变成了两颗牡丹 是一子一白 所以啊 自此牡丹之圣 落下无双眼 葛金这篇小说啊 他是用一个调侃的方式 讲述了洛阳牡丹 是因为从曹州带回来 葛金玉板以后 才开始名扬天下 众所周知啊 这是一篇神话故事 但是他所取材的历史背景啊 却是相对真实 洛阳牡丹在唐宋 已经天下闻名 而这个曹州 在明清时期 他则成为了牡丹的栽培中心 葛金开篇就说啊 曹州牡丹甲骑鲁 曹州从明朝初年开始 引种牡丹 到了万历时期啊 无论是种植面积 还是花色品种 曹州都取得了极大的 这样一个发展 明朝有一位著名的学者 叫谢昭志 他在辽城和东平一带做官 他曾经多次到曹州一带 观赏牡丹 那么在他的专著 五杂祖中 他就记录下当时 曹州牡丹的 这样一个种植的盛况 他说啊 这里所说的浦州 就是现在的 和泽市的卷城县 谢昭志 从浦州一路 走到曹南 这个牡丹是处处盛开 相风迎面扑鼻 当时就连农民的这个菜园子里 都开满了牡丹花 在曹州种植牡丹 那就像种菜一样 通过上面的这段文字记录 我们可以明确地了解 曹州牡丹种植业 在明朝万历时期 已经是十分兴盛了 农民把牡丹当作经济作物 以售卖牡丹养家糊口 当地的士绅呢 也开辟牡丹园林花谱 观赏并培育新的品种 崇祯七年的近世 李月欣啊 他就写下了购牡丹诗 其中两句是这样写的 闻到牡丹新种出 万钱所买小红芽 这个小红芽 指的就是这个牡丹新品种 这首诗是真实反映了 明末这个曹州爱花人士 狂热地争够牡丹新品种 这样的一个史诗 那这也是曹州牡丹养盛的 重要原因之一 落尽残虹石土坊 嘉明换作百花芒 敬夸天下无双雁 独立人间第一香 作为华丽而又富有历史气息的花卉 牡丹以其绚丽多彩 大而艳丽的外表 和其香气四溢 以沁人心脾的芬芳 俘获着人们的心灵 牡丹更是与曹州结缘于历史 相融于岁月 那么这朵根植于曹州卧土的花 何以长盛不衰 欲开欲艳 它对蒲松陵的创作 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冥青交替 战火导致当地的老百姓是流利失所 那么大批的田园抛荒 曹州地区的经济和农业发展 都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坏 到了康熙时期 曹州牡丹开始全面复苏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牡丹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曹州牡丹的崛起 除了当地身后的这个爱花习俗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和曹州的自然环境啊 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主要表现在水土和气候两个方面 我们先来看水土 曹州啊 它位于山东的西南部 全境都处在黄河冲击山大平原上 土地属于是沙制土壤 碱性强 土质疏松 是非常适宜牡丹根部的生长发育 再来看气候方面 这个曹州它位于北温带 春天干燥 夏季多雨 秋天凉爽 冬季寒冷 那可以说是四季分明 那么牡丹原产于我国的 西北部的高原山区 它天性就是位居时日 喜欢干燥寒凉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 这个曹州对于牡丹 无论是天时还是在这个地利上 那都是上家的选择 所以牡丹移栽到曹州以后 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地利环境 不单花的色艳 而且是品种多 曹州牡丹根制成丹皮 是产量大 药性强 栽培啊 获利也高 那么以上这些因素啊 都积极推动了牡丹的园林种植 和这个商业栽培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当地是牡丹名园多 万里末年 曹州牡丹集中出现在 和泽城东 城北一带 放眼望去啊 连千皆莫 万子千红 那么四家花园 在当地是兴罗其部 当时比较著名的花园 有这个和园 赵花园 桑梨园 等十多个 这样的牡丹园子 那么在这些花园中 和园的牡丹是最为出名 和园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 教育家 何思源 他们祖上的一个花园 又称啊 和家花园 这个和家花园 不仅牡丹种植面积大 而且啊 还培育出了许多新的品种 何思源的高祖何应锐 他自幼就在这个花园里长大 万历三十八年 考中进士以后啊 他就离开了曹州 在外做官 换游 那么直到二十年以后 他才有机会 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当他看到这个花园里啊 又增添了许多牡丹新品 那么他就挥笔写下了 齐吕一首 前四句啊 是这样写的 念念梦想 雇原花 今到开始始在家 吉许新鸣 天旧朴 因多旧种 便心眼 说啊 我在外漂泊了二十年 经常在梦中啊 梦见雇原的牡丹花 没想到在这个牡丹盛开的季节啊 我终于回到了故图 这些年 花园的变化 实在是太大了 又培育出了许多新的品种 记录在 这个旧的花谱之上 许多古老的品种啊 经过嫁捷和杂交 也发出了新的那样 何英睿的这首诗啊 主要是通过描写 对牡丹的思念 来表达对家乡的 这样的一种深厚的感情 不过这首诗 也从侧面见证了 曹州牡丹 在万历年间的 蓬勃发展的一个状况 根据史料记载 当时的何家花园 种植牡丹多达几十亩 品种呢 也有好几百个 何家还培育出了 包括这个著名的 何元红 何元白 等许多名贵品种 何家花园长盛不衰 直到今天啊 它依然是一个重要观赏基地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第一部曹州牡丹普路 专注问世 苏玉梅是清顺治十一年的举人 医生啊 饱读诗书 而且还擅长丹青绘画 康熙八年 古语前后 曹州牡丹盛开 苏玉梅是骑着马 游遍了各个牡丹名媛 他发现曹州牡丹 种植面积大 花色品种多 所以他也感叹啊 致名而曹南牡丹 驾于海内 所以苏玉梅呢 他就根据自己搜集掌握的资料 潜心写成了曹南牡丹普 曹南牡丹普 是有关曹州牡丹最早的一个 专门的普路 清朝学者姚远之就认为啊 说这部普路 甚至可以和周诗后的洛阳牡丹记 和这个薛凤祥的博州牡丹尺 相媲美 对于研究曹州牡丹 甚至是中国牡丹的发展历史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子川和曹州啊 虽然都同属于山东的属地 但是蒲松林本人 他并没有去过曹州 也没有到曹州来看过牡丹 那么他又是从什么地方 得到的灵感 构思完成了名片 葛金的呢 我分析啊 原因主要有一下两点 一 早在这个明末清初啊 曹州牡丹 无论种植面积 还是这个花色品种 都已位居全国之冠 可以说是声名远播 朴松林应当是早有耳闻 第二点 他受这个王世珍的影响 王世珍的祖父王向晋 热爱牡丹 他住有二儒亭 群方谱 其中呢 这个牡丹谱啊 对曹州盛产的 状元红 王家大红 葛金子 玉板白 等等许多珍贵的品种啊 都有记录 这应当是朴松林 创作葛金故事的最初的这个灵感来源 《辽斋志义》 《辽斋志义》无疑是一部充满爱与神秘的经典之作 作为古代智怪小说的集大成者 他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不论是书中的牡丹仙子 还是蒲松林所塑造的其他形象 都随着辽斋志义 而名扬天下 尽管蒲松林一生都未能实现 他夺冠科场 博取功名 匡实济世的夙愿 但他却用辽斋故事 或牵动读者情思 让人深陷情感的漩涡 或勾起读者心魂 让人忘却世间的纷扰 那么这部经典小说的手稿 在传世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曲折与坎坷 在蒲松林心中 辽斋的本意又究竟是什么呢 《辽斋志义》 它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 全书一共收录短篇小说491篇 蒲松林从康熙初年就开始动笔 是边写边修改 那么他前后花费了四十多年 才最终完成 书虽然写完了 但是根本没有财力 刊印出版 他就把辽斋志义的手稿 放在身边 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来守护着他 康熙五十年 蒲松林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他诸服子孙一定要保护好 这个辽斋志义的手稿 蒲松林劳苦一生始终郁郁不得志 但是他坚信的这个辽斋志义 将由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蒲松林是坐在这个辽斋书房的 南窗之下 安然辞世 享年76岁 通过上面的介绍 可以了解 蒲松林的人生啊 不满烙 崎岖坎坷 一直到他去世 他最放不下的 还是辽斋志义 这部书稿 这部书稿后来的命运呢 却也象及了这个蒲松林的人生翻版 在这个传承和流传的过程中啊 也是充满了屈指和惊险 那么辽斋志义手稿 究竟又经历了哪些先为人知的故事呢 蒲松林去世以后 子孙们依然过着这个清贫的生活 也是没有能力啊 把这个辽斋志义啊 刻印堪行 那么朴家子孙就把这部收稿 一直秘密保存在朴家祠堂内 辽斋志义 这部小说是写进了人世间的魔幻传奇 故事啊 是新奇感人 自从他诞生以后啊 就不经而走 他最初的传播方式 那么就是以这个手抄本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流传 据说啊 早在这个康熙年间就有抄本流行了 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还能看到 雍征末年和这个乾隆年间的 不同形式的手抄本 那么直到乾隆二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一七六一年 因为一个人的出现 那么辽斋志义啊 也终于迎来了 他自身命运的一个大转折 他的第一个堪本 也随着这个人的出现 而即将面世 那么这个人 他究竟是谁呢 这个人他就是浦松陵的同乡 赵七稿 赵七稿 他为什么要刻意聊斋志义呢 赵七稿 是山东来阳人 他出生在一个书乡世家 因为这个人情商极高 办事极敏 所以在这个仕途上 非常的顺利 在这个任职期间啊 偶然得到了一部啊 从这个山东传过来的 聊斋志义的手抄本 赵七稿十分喜爱聊斋故事 他发愿 一定要把这部书 公开勘客发行 杭州自古繁华 人文汇翠 手工业极度发达 早在这个两宋时期啊 这里就成为了 全国四大客书中心之一 所以赵七稿在这个杭州 就启动了聊斋志义的 客书的工作 因为客书啊 在当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那么赵七稿 典当了全部的家产 前龙三十一年赵七稿 在这个严州府衙的清客厅内 终于主持完成了聊斋志义 十二卷的这样一个编辑 教丁刻板的工作 但是啊 他也因为劳累过度 而不幸病逝 赵七稿去世的时候 还有四卷没有刻完 那么余下的工作 就由当时的藏书家 鲍廷博等一些人啊 协助完成 因为这个十六卷本的 聊斋志义 他的匪业刻由 清客厅开雕 这样的五个字 后人呢 就把这个最早的刻本啊 称为是清客厅本 山东来阳赵七稿 主持编转的这个清客厅本 是聊斋志义啊 最早的一个刻本 也是后来各种刻板的 一个母本 这部小说正式出版以后 那么很快就风靡天下 家喻户晓 不过遗憾的是呢 这个时候 聊斋先生啊 已经是先世了五十一年了 清朝同志年间 浦松陵的七世孙浦家人 带领一家老小 到东北讨生活 浦家人 离开家乡的时候啊 随身携带了传家宝 聊斋志义收稿 为了更好的保存书稿 浦家人还专门请人 把这个收稿 装定成两汉八册 不过遗憾的是 由于当时这个装定师傅 手一平平 装定的时候啊 竟然把手稿上端 裁减得过多 而最终导致 手稿多处被破坏 可以说 这也给这部世界名著 留下了 永远无法弥补的 这样一个遗憾 浦家人去世后 聊斋志义的手稿 由他的长子 浦英浩来包管 这个浦英浩呢 虽然尽心尽力 可是这部珍贵的书稿 在他手中却遭遇了 灭顶之灾 那最后啊 仅仅剩余 半步四策 浦英浩没有守护好 祖传的手稿 在这个奥回和这个遗憾中啊 度过了余生 聊斋志义手稿 最后啊 传给了蒲文山 1951年 蒲文山决定 把这个聊斋志义 半步书稿 捐赠给国家 后来经过文物鉴定家 杨仁凯先生的 仔细审定 认为这就是这个 蒲松林先生的真迹无疑 现在呢 这半步手稿 就珍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通过上面的简单介绍 可以了解 聊斋志义啊 手稿在这个流传过程中啊 是历经劫难 充满了曲折和传奇 那么目前呢 这半步书稿 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啊 唯一存世的作家手记 保存下来的手稿 分别是 一 三 四 七册 他共收录了小说 237篇 其中呢 206篇是 蒲松林 亲笔的真迹 这其余的三十一篇 都是他的门人弟子 来代超 那我们都在 谈论聊斋之意 这个聊斋 到底什么意思啊 有人认为啊 这个聊 他就是聊天 就是蒲松林 在这个书房里呢 和朋友们 神聊神侃 妖谋鬼怪的故事 然后再进行小说创作 其实呢 这完全是望文生意 完全去解了 蒲松林的本意 聊在文言文中啊 它是古切 赞且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聊斋 就是出自北宋文学家苏哲的 《旷福飞舞炉》 聊而避风雨 这样的一个诗句 蒲松林其实很早 他就有了 达泽兼吉天下的报复 他认为啊 在蒲家庄这个书斋里 也只是暂时的停留 是聊避风雨而已 那么有朝一日 他还要展翅高飞 这应当啊 才是这个聊斋的本意 说到聊避风雨 其实就在蒲松林之后 一位著名的艺术家 也把自己的书斋 命名为聊避风雨斋 这位艺术家究竟是谁啊 他与国华牡丹 又将会产生哪些 有趣的故事呢 欲知详情 请看下集 十分春色